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時事數字 837萬 我這種正常很多 很正常 很大 這是六合彩數字 六合彩數字 還是跟賭市 現在太少了 8萬多元中了我不想要 對 你想想現在的房子這麼貴 其實8萬多元 你也不是買得到豪宅 都是買一些普通的700多呎 700多呎的單位 經濟免值可能 只有500呎 所以八百多萬 對於香港人來說 六合彩數字就不留給人 因為現在起標也500多萬 所以不是說六合彩 不過是說一些屬於博彩業的行為 就是說韓國方面的濟州島 有韓國夏威夷之稱 因為是免簽證的 中國人來往什麼時候都可以 所以引了很多內地人去那裡 那裡有得賭 沒錯 就是因為賭 因為最近禁得很重要 澳門也禁得很重要 澳門又說要 中國和澳門聯手合作打貪 所以賭錢也不可以以前那麼豪賭 澳門那些客人去哪裡 都要找地方去 就去了濟州 但是濟州不生性 濟州賭 為什麼呢 因為前一陣子有一陣子 有一陣子中國內地遊客 他們賭錢 贏了八百三十七萬 但是贏了錢 玩百家樂 贏了錢 用兩個小時贏了八百幾萬 有些職員說不給他 因為說他出老千 贏得太多 對 贏得太多 八百幾萬 真是少數目 對於內地客來說 對於南韓那邊的人 八百幾萬 是一個挺多的數字 還有在澳門如果你看過 其實是八百幾萬 你在VIP room 玩兩局就已經八百幾萬 對嗎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就多了 那怎樣呢 原來他們的職員 就無裂他們 就說 合起來和賭客去騙賭場錢 結果賭場不給 但是何不知 報警之後 那個職員又不知做什麼 無緣無故推翻自己之前後供 就說自己沒有份協助他們出籤 就說是高層打壓他 令到要屈內地遊客 說他出籌 所以現在罵了法庭 還在判 但是勝訴機會都大了很多 因為那個人無端的前後矛盾 現在做了另一個關係 就是內地遊客 就要杯葛這個濟州島 因為你這樣去誣裂我們 甚至乎內地的報章 一直都不涉及叫你們不要賭錢 打貪、打賭等 就是叫你們不要賭錢 都出了一篇文章去借他 就說他怨賭就不服輸 有什麼理由輸了錢 人家都是一個合理的途徑 去贏你錢 你沒理由不給他 成為了兩邊 現在關係很緊張 現在有國際關係 國際關係 但是再看看 有很多網民就說 為何中國自己本身不搞賭 因為益了周邊的國家 尤其是南韓 北韓都有賭場 新加坡、菲律賓、越南、魯窩、緬甸、尼泊 全部吸收了中國人去賭錢 為何中國不去振興自己中國的經濟 他又為了他自己的 是的 所以這件事真是麻煩 不過我想沒有了 無論如何都要出去賭 因為如果大陸開賭 大家都不會相信 都來做家了